通往陸谷地区的主要道路151线 每到冬季经常被大雾笼罩 而且道路蜿蜒曲折 所以民众在通行时应更加注意安全 陷阱局也提醒民众 如遇起雾等不良气候 请开启雾灯并遵守交通规则 才能保障你我通行安全 我们南轴线的往陸谷的151线的话 每到驾入的话都会比较 车辆比较多游车的状况 那遇到有雾的时候 我们建议我们的用路人的话 一定要开启雾灯 那如果废车的时候 一定把雾灯的话 就是给它熄掉 那共同的话注意一下 那下一天有雾的时候 要检视慢行 不要违规去超车 跨越双航线这些的一个违规行为 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希望我们的用路人的话 能够看路况 尽量的话扫日山 因为可能就有那个Lost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还是要检视慢行 不要去违规超车 这个拜托大家 151线冬季受大物影响 而是现不良问题 让民众行驶在道路时 都相当注意安全 并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设置更多警示标志 让用路人更加注意路况 水气重的话 其实起雾的情况 早上跟傍晚都蛮多的 平常如果说遇到起雾的情况的话 大概就是会放慢速度 然后就开大灯慢慢开这样子 如果是警察 或者是说像是政府 他们其实应该是要稍微用个什么 防光镜 或者是说一些提醒 用路人的情况 对 我觉得这样对开车的时候 比较安全 县议员邮浩 也提醒要前往路股的民众 因近期水气重 作为道路四线经常受大物所影响 希望民众在通勤时 能够放慢车速 注意安全 其实山区常常会起大物 那也最主要的话 最近水气也重 路况也比较不好 所以也在此提醒一下 各位乡亲 以及来这边 祖山路股的一些旅客 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还大灯 以及说放慢速度 也是特别需要注意 还在此也提醒 各位来这边的旅客 以及行路的一些乡亲 议长何松峰也呼吁民众 如意不良天后 驾驶车辆请减速慢行 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记者卢宇凯 入股采访报导